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建强他说 我来自中国江西 是今年复活节新领洗的一名教友 领洗前在木道班的学习对我的洗式教育非常大 现在和大家分享我信仰的心路历程 以及我看待事物的一些变化 2015年 中国有位很有名的学者崔永元到美国华盛队演讲 他的演讲主题是中国大陆的教育问题 在演说中 他提出一个问题 一个人文化越高 是不是就代表素质越高 他的理解是 一个人的素质应取决于他的包容力 而不是文化水平 只有当一个人有足够的包容力 能原谅身边的人 爱身边的人 才能算是素质高的人 我听后很感动 从那一刻起 我心里按下决心 要做一名有足够宽容心的人 但后来我发现 这事说来容易 但要做却非常困难 我们都生活在世俗当中 在实际生活上 肯定会遇上不开心的人与世 想要做到凡事宽容是多么的不容易 试想假如生活中有人伤害你 你能用这受伤的身心去原谅另一个伤害你的人 多困难啊 我也是这对自己说 一定要用宽容的心对待别人 但还是很难办到 但现在的我感觉不同了 在多次参与弥撒 听神父讲道理 也在木道班中得到各位老师及教友的讲解及帮助后 我仿佛找到了一把解决困难的钥匙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有不断地在信仰灵修的道路上提高自己的境界 才能跳出人原来的层面 这就像爬山一样 只有不断地往上爬 等到达山顶之后 眼界自然就开阔了 那时我看到的将是开阔的天地 璀璨的星空 浩瀚的大海 至于山脚下的那几块石头 以及石头旁边的世俗烦恼 都将变得非常渺小 我根本不会去在意了 只有在灵性生活上 不断提升自己 在实际生活上才能有足够宽容的心 真正做到原谅别人 唯有这样 才算是数值高的人 以上文章标题 提升境界 海阔天空 我是郑造星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